南洋海港码头,离翘和商玉闲停信步地踏上了游艇的甲板。 要出海。 嗯,那你才行,有什么事,等回来再处理。 过几天,我打算制造一场事故。 要帮一摸托身? 对,他有他的难处,心不够狠,才会处处受制于人。 既然是事故,可以让和尘待劳? 我就是这么想的。 最近,有没有运突? 没有,他挺乖的。 离翘本以为商玉是为了躲清静才带他来这里散心的, 直到傍晚的落日余晖洒遍了整座海岛, 一阵直升机的引擎声很快惊醒了沉睡中的离翘。 离翘揉了揉眼睛,翻身下地,刚推开房门, 客厅里的一幕就让他惊愕地顿住了步伐。 老师? 木屋的大门再次被人打开, 商玉携风而来,他的背后还跟着商纵海。 老二。 商大哥。 老二,活着就好啊,活着就好。 离翘闽城看着这一幕, 喉容微微发堵。 本来我该去边境亲自见你的, 但事出有因, 只能让少爷把你接到南洋来见个面。 商大哥严重了, 这么多年我都没走出过边境, 这次正好也出来见见失眠。 唉,都过去了, 以后想怎么活就怎么活,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 能活着就好, 我这身子骨啊, 也干不了什么了。 丫头, 还没睡醒啊? 爸, 老师。 这孩子平时就这样, 咱们惯了, 让大哥别介意。 介意什么呀? 他这个年纪就该随心所欲。 沐傲贤和商纵海多年未见, 自然有很多话要说。 见状, 离翘递给商玉一个眼神, 两人悄然地起身去了卧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